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虎 遊戲的成長與進步 有部分都來自於致敬與學習嘛 不過當市面上已經有非常好的示範 但你卻做不到的時候 又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本週值得期待的新聞有 喬可波GP大賽車 剛推出就有各種問題喔 魔物獵人崛起破曉公開了特別節目的日期 SQUARE 埃尼克斯要推出即時戰術遊戲 一起來看看本週的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討論新聞 喬可波GP大賽車在上週推出了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買下來玩了呢 這次的遊戲在推出之後發生了不少問題 作為一款公平競賽的賽車遊戲 居然會發生網路差異的問題 有不少玩家在玩的過程當中有遇到 自己還在讀秒而已 對手就已經開始起跑了 並且有反應的玩家還不少 如果說提早起跑已經很誇張了 那麼這款遊戲的誇張程度 還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那就是還有發生 圈數計算錯誤的問題 有玩家在玩的時候 原本要跑三圈的賽道 結果只跑了兩圈多就突然結束了 並且判斷他獲得了勝利 另外還有玩家則是跑進了夢幻的第四圈當中 這種嚴重的BUG讓這款遊戲獲得了不少負面評價 即使對於過去有玩過系列作品的玩家 有些的評價也都是只覺得適合粉絲買而已 不過目前官方已經知道這些問題了 應該會在日後做出更新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這款遊戲被抱怨的地方還不是只有這個 不過這個對我來說不算太過意外 我在之前講到這款遊戲的時候 就有提到它有所謂的計票系統 買了之後持續遊玩就可以獲得比較多的道具 例如這次可以獲得克勞德的角色的實用權 而這樣的模式也讓部分的玩家覺得 自己明明已經花錢買斷遊戲了 為什麼還會像是免費的手機遊戲一樣的經營方式 實際上這個問題並不是他才有 例如躲避球特攻隊也有這個狀況 但在這個價位的遊戲確實不常看到 另外不少角色都需要花大量的時間 從關卡與點數來獲得 這類的模式也對遊玩時間不長的玩家來說 不算太過友善 單機只能兩人遊玩 也讓這款遊戲受到一些抱怨 也有一些玩家覺得 這款遊戲很多地方跟過去都不太一樣 更接近馬力歐賽車 但都已經學習了馬車了 最終還變成這樣的結果 只能說開發的遊戲公司還真的有差 各位有買這款遊戲嗎? 你們有遇到什麼詭異的狀況嗎? 或是你們對這款遊戲有什麼不滿嗎? 歡迎留言分享喔! 第二則討論新聞 預計今年夏天要推出的《魔獵人崛起破曉》 公告了特別節目的播出日期 會在3月15號的晚上10點 在卡普空的頻道進行直播 預計將會公開這次的故事內容 新的魔物、新的地圖、新的據點等等 對於《魔物獵人》系列 我還是有很高的期待 雖然崛起的魔物確實比較少 但我也在上面投入了很多的時間 並且玩得非常開心 還是很期待《居尾》的難度推出 所以在這次同樣也會期待新的魔物的出現 另外當然也還會希望有老魔物的回歸喔 依照過去《魔物獵人》的經驗 在《居尾難度》版本推出的時候 也都會有對原先的武器系統做出調整 例如《Double Cross》版本 就有新增了全新的狩獵風格 讓《勇氣風格》成為了後來超多人使用的一種玩法 在《冰原》的時候 則是有新的武器動作派生 而這次的《破曉》也同樣會期待 有包含新的翔蟲技能、新的武器動作等等 讓遊戲的體驗上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變化 大家對於這次的《魔物報》有怎麼樣的期待呢? 實際上到底更新了什麼? 下週的《電玩亂報》也會整理給大家喔 第三則討論新聞 在看了剛剛的《喬可波》之後 又有一則跟《史克威爾·艾尼克斯》有關的新聞了 他們在最近PS的發表會上宣布 將會推出即時戰術玩法的遊戲 《神嶺編年始》 遊戲的背景設計就是中世紀的奇幻背景 建構在帝國軍與同盟軍的對戰當中 而唯一沒有被捲入戰爭的地方 也將要被捲入戰火當中 我們扮演的角色們 是在這個亂世當中出現的傭兵團 藍狐狸傭兵團喔 我絕對不是因為他也是狐狸才對他感興趣 而是因為他的遊戲模式 居然是採用了即時戰術遊戲的玩法RTT 這類的遊戲主要是在模擬戰場環境中的指揮 很多人會把即時戰術與即時戰略搞混 實際上即時戰略還有包含 資源的採集與設施的建造 而即時戰術則是把重點都放在角色身上 這種類型的遊戲大作還真的不太多喔 我自己也幾乎都沒有實際接觸過 所以對於這次的遊戲推出 確實有著一定的好奇 角色的畫風上是由FF12的美術來製作 讓這款遊戲充滿著一種後生化時代的感覺 我確實很好奇這類遊戲在玩法上的體驗 以及普遍玩家對於這種類型的遊戲的接受程度 等遊戲推出之後會想要買下來玩看看 新聞訴報時間 忍者歸許瑞德的復仇確定將會推出中文版 目前遊戲預計2022年推出 實際的日期還要等後續公布 懷舊遊戲忍者歸卡瓦邦嘎大合集 預計將於今年推出 同樣也還沒有公告實際的日期 風之少年克羅諾亞1N2乘風歸來 公開了特典版本的內容 包含遊戲、美術書、原生帶 還有遊戲中的服裝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參考看看 泰格力之傳5DX公開了正式的宣傳影片 影片中的內容跟之前發過的新聞稿差不多 包含畫質的調整、追加武將、星曜術、編輯功能等等 5月19號就要推出了 到時候可以買下來玩看看 99的奇妙冒險群星之戰重製版 預計將於2022年秋天推出 將會收錄歷代作品中的50位角色 大家又可以在遊戲中歐拉歐拉歐拉起來了喔 《奇妙冒險2》特別版 For Nintendo Switch 預計將於5月12號推出 並且還會收錄過去推出的4個DLC 又是一個玩買想折扣的版本喔 《幻想少女大戰》 預計將於3月31號推出 遊戲收錄了系列中的4款遊戲 喜歡這個系列的玩家可以買下來回味喔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發米通公布2月28號到3月6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10名 Switch平台 Minecraft賣出9,474份 第9名 Switch平台 瑪利歐派對超級巨星賣出9,957份 第8名 Switch平台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賣出11,399份 第7名 Switch平台 馬利歐賽車8豪華版 賣出14,339份 第6名PS5平台 埃爾登法環 賣出14,746份 第5名 Switch平台 寶可夢傳說阿爾咒斯 賣出50,481份 第4名PS4平台 埃爾登法環 賣出55,310份 第3名PS4平台 跑車浪漫旅7 賣出64,565份 第2名PS5平台 跑車浪漫旅7 賣出73,399份 第1名 Switch平台 三角戰略 賣出86,298份 以上就是2月28號到3月6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這幾週的排行 PS平台的表現都還不錯 值得一提的是 跑車浪漫旅 它的PS5平台的銷量 比PS4的銷量還要來的高了 以目前主機的裝機量來看 這個銷售表現確實意外 不過果然RPG遊戲 在日本還是有比較高的人氣 SRPG的三角戰略 在這一週就拿下了 銷售第一名的位置 銷售的成績相當的亮眼喔 實際上我玩到目前為止 也真的覺得很不錯 不過確實有一些小問題 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全破心得 那在看完銷售排行之後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日本日常公布 接下來這一週 日本ESHOP即將發售的遊戲 3月14號 魅影破壞者 格鬥類支援中文 3月17號 女神逸文路4 無敵救急被喬摔 格鬥類 日趨不支援中文 彈藥珠火力全開 橫向射擊類 不支援中文 異世界的結婚生活 異世界新娘狩獵 香香類把支援中文 犬獸欺騙的追逐 橫向動作類 不支援中文 你可夢RPG類支援中文 雞狗偶貓可能是休閒類 不支援中文 雞狗偶貓 解謎類 支援中文 彈磚球 打磚塊類 不支援中文 絕對君主小葉大人 關於去打工面師後 變成小葉大人的 僕人那件事 冒險類 支援中文 黑暗之神 戰棋類 支援中文 塗鴉惡魔三進化 冒險類 支援中文 全擊管風雲 經營類 支援中文 Lost Egg 2 Be together 淡淡冒險類 不支援中文 妻子任務 橫向冒險類 支援中文 少女射擊 Double Peace 香香類 支援中文 散亂人人忍者大戰戰機 少女 少女們的饗宴 動作冒險類 支援中文 戀愛皇帝of love 香香類 不支援中文 3月18號 迷你海戰 桌上遊戲類 不支援中文 馬利歐賽車8號滑板 新增賽道通行證 DLC 支援中文 以上就是接下來這週 即將要發射的遊戲 有一些遊戲玩法 看起來真的還蠻特別的 我自己會買的是 女神逸文路4無敵究極被喬摔 其餘的目前就沒有考慮了 目前三角戰略還沒有破完 破完之後預計下週會發新的影片喔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來看看喔 那這次的電玩亂報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虎 祝各位遊戲愉快 謝謝大家